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外甸的实验室 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一天之内你摸的最多的东西是什么 没错 就是你的手机 如今手机已经成为人们离不开的工具了 甚至有些人除了睡觉之外 一天一半时间都是和手机一起度过的 长时间的用手机 难免会沾染上一些油脂 灰尘等脏东西 那么 你经常清洁你的手机吗 今天我们就用显微镜把手机放大100倍 来看看我们的手机到底有多脏 首先我们从手机屏幕的上边框开始 可以看到屏幕和边框的中间夹杂着很多灰尘 屏幕上也是沾满了比想象中脏很多的指纹 这些白色的都是傻玩意儿 这是听筒部分 小孔里全是垃圾 看得我浑身都不舒服了 现在来到了手机背面 我这款手机的背材是玻璃材质的 出了名的指纹收集器 平时我们并没有觉得指纹特别脏吧 但你看到这些 哇 到处都是黏糊糊的不明液体 用手指抹一下 看着油脂 汗液还在流动 不知道上面有多少细菌 据研究 手机比马桶还脏很多 手机上的细菌数量是马桶上的好几十倍 当你在打电话的时候 相当于你的脸贴着几十个马桶 当你不小心舔了一下手机屏幕 那相当于 哎 不说了 我得赶快去清洁我的手机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